第971章 击杀沈云 磅礴的气势荡漾在硝烟周身 整个山脉似乎都是在这股恐怖的气势下 微微颤抖了起来 山林之间 偶尔间一道乌叶般的颤抖吼声 嘀嘀地响起 吼声中有着一股恐惧之味 随着体内灵魂力量的越来越强 硝烟的脚尖也是徐徐地离开了树顶 就这般凭空地悬浮在了天际之上 漆黑的双瞳 或许是因为体内灵魂力量太过充盈的缘故 逐渐地泛起银白之色 而随着银白色的越加浓郁 到的后来 几乎是将整个眼睛都是占据了去 远远看去原本的一对黑眸 居然直接转变成了 看上去极为冷漠的银白色双瞳 气势的攀升在持续了片刻后 终于是徐徐停止 萧炎微微低头 望着那脸色巨变的沈云 缓缓地道 你不是想要废我食指吗 声音并不响亮 然而却是有着一种 宛如从灵魂中所散发而出的威压般 令得沈云灵魂为之一颤 这小子干了什么 为什么突然间变得如此之强了 看这气势 恐怕至少 也是有着七星甚至八星斗宗的实力 这究竟是真还是假 沈云脸色变换不定 从萧炎体内弥漫而出的磅礴气势 的确令得他极感骇然 以及不可思议 他能够肯定 萧炎的真实实力 应该正是斗皇阶别 但这突然之间 便是犹如火箭般直冲而上 达到了这等恐怖的层次 这在他看来 根本就是一件极为荒诞的事 心中闪过一抹怀疑之色 沈云很难相信 萧炎能够在这般短暂的时间 突然飙升如此之多的等级 就算是在高阶的秘法 恐怕也是 难以具备这种恐怖的效果 莫非这气势之强 只是表面上的 沈云眼神阴沉 他无论如何 都是不肯相信 这猫与老鼠的角色 在这短短几分钟之后 便是彻底转换 老夫今日倒是要看看 你这实力 究竟是真实 还是伪装 眼中寒芒闪过 沈云手掌一握 雷光闪烁间 凝成一柄雷剑 身形一动 淡淡雷鸣声响彻而起 天空上 萧炎目光平淡地 望着地面上的沈云 瞬间后 手掌突然对着后方一握 澎湃的灵魂力量抱涌而出 最后在其掌心凝聚成一颗 半丈大小的灵魂气旋炮 手臂诡异一抖 碰 无形的灵魂气旋炮刚刚射出 便是在萧炎身后 仗许距离处猛的爆炸而开 一道苍老身影狼狈地闪现而出 旋即身形击退 击退间 沈云眼中那抹金骸 终于是达到了顶峰 先前的那一击 已经让得他彻底地明白 面前的萧炎的那股磅礴气势 的的确却是真的 而并非是依靠某种奇异功法 伪装而出 他使用的是灵魂力量 但如此磅礴的灵魂力量 沈云心中略微有些不安 从与萧炎交手以来 对方虽然看上去只有斗黄实力 但却犹如一个无底洞般 深不可测 傀儡 一伙 甚至现在 这恐怖异常的灵魂力量 这种种对常人来说 只是存在于传说中的东西 居然都是出现在了他身上 这 不得不令的沈云 收起原先心中的那份轻视 不管他究竟使用了法子 使得自己实力暴涨 但肯定有着时间限制 现在不宜与其硬拼 还是先撤 等其实力弱下来 再出手也不迟 心中 闪过这道念头 沈云迅速压下体内 先前被那记 灵魂炮震的有些动荡的斗气 然后嘴中发出一道尖利的哨音 身形一转 便是全力施展三千雷动 化为一道残影 逃命般地 对着山脉之外暴掠而去 听到这道哨音 天空上正在与低妖魁交手的红天笑 以及众多红家供奉 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他们知道 这是撤退的信号 该死的 这小子 究竟干了什么 居然实力暴涨到了这种层次 红天笑心中怒骂了一声 天空上那弥漫的磅礴气势 也是令得他心神有些颤抖 当下体内斗气暴涌 大刀在身前捂成一片火红刀幕 将地妖魁震开 然后也是击退 想走 见到沈云逃窜 萧炎顿时冷笑一声 他这状态 的确不能持续太久 所以 一旦施展开来 那么便必须有所建树 既然这老家伙 对他也是恨之入骨 那只能留不得了 有着一名斗中街别强者的敌人 总是会有着一些麻烦 还不如彻底了结得好 心中掠过一片杀意 萧炎抬起手掌 遥遥的对准 化为一缕残影逃掠的沈云 然后猛然一握 随着萧炎手掌的卧下 那摆杖开外的虚无空间 突然微微扭曲起来 旋即迅速化为一片 凝成十字般的空间壁 碰 速度施展到极致的沈云 并未发现 那突兀出现的空间壁 当下便是狠狠地撞了上去 空间壁特有的反弹之力 直接是将其狠狠地弹射而回 强猛的冲击力 震得沈云喉咙微微一甜 不用旋即便是被其生生吞下 沈云身形刚被弹出 回过神来 第一瞬间便是迅速降落身体 然后对着森林中窜去 然而还不待她的身体落在地面上 一道身影便是鬼魅般的浮现身前 包裹着磅礴灵魂之力的拳头 毫无花俏地直直轰击而来 拳头过处 空间波动 一道道空间裂缝蔓延而开 犹如一条条细小的黑蛇般 充斥着令人心生含义的可怕能量 面对着这平时的一拳 沈云却是脸色大变 一声怒吼 体内斗气暴涌而出 旋即在面前凝聚成一片 极为厚实的雷光之木 砰 拳头狠狠地砸在雷光之木上 磅礴的灵魂之力 犹如火山一般 在此刻爆发出极为恐怖的力量 崔库拉朽般的 直接将雷幕震得暴力而去 锁鱼下力量 也是闪电般的 竞树倾泻在沈云身体之上 扑吃 一口鲜血狂喷而出 沈云的身体 直接被一拳狠狠地轰下地面 身体在下方森林中 生生地查出 一道百米多长的深深沟壑 沿途处 树木也是竞树暴力而开 木屑四射 在借用了天火尊者的力量之后 硝烟几乎能够达到 七星乃至八星斗宗的层次 而这沈云 却还只是一名四星斗宗 斗宗间每一星的差距 都是极为巨大 而他却是想要与硝烟硬拼 下场自然异常凄惨 好不容易止住身形 劈头散发的沈云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硝烟那结结实实的一拳 令得他受了不清的伤 而且 那股灵魂之力 似乎异常的炽热与狂暴 一些侵入其体内的灵魂之力 已经开始大肆破坏 内外加攻下 沈云的状况极为糟糕 再这样下去 真会葬身在那小杂种手中 不能与其纠缠了 眼神怨毒地抹去嘴角血迹 沈云刚欲对着山脉之内逃去 那道鬼魅身影 再度如复古之躯般 缓缓地在面前浮现 硝烟 你杀了我 风雷阁不会放过你的 见到硝烟再度追来 沈云心头一害 急忙怒喝道 不杀你 怕他们也一样 不会放过 硝烟冲着他微微一笑 然而这笑容在沈云看来 却是宛如恶魔一般令人心寒 你究竟要怎么样才肯放过 只要你说出条 话音还会说完 沈云身形猛地暴退 几颗拳头大小的银色猪体 被其狠狠地甩向硝烟 碰 碰 碰 银珠刚刚丢出 便是轰然爆炸而开 强猛地气浪 直接将方圆百米之内的森林 尽数催成平地 丢出雷珠 沈云的身形 也是迅速地 窜进森林之中 然而来不及松一口气 诡异人影便是 蕴含着磅礴灵魂之力的鞭腿 急剧力道地 狠狠甩在了其脑袋之上 噗哧 狂猛力量爆发 沈云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倒飞而出 沿途撞断无数参天巨数 远远的天空 红天笑望着那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的沈云 脸色也是 微微变了变 老祖 需要帮忙吗 一名红家供奉 也是咽了一口唾沫 低声道 红天笑眼神变患 旋即看了一眼 被几名红家供奉略微拖延了一下的低妖魁 狠狠一咬牙 道 撤 不要管他 现在那小子实力太恐怖 再加上那傀儡 我们去多少 也只能送死 说话 他直接当机立断地一挥手 毫不犹豫地掉头就逃 其后一些红家供奉 也是急忙跟上 从地面上艰难地爬起身来 沈云浑身是泥 看上去极为狼狈 鲜血从脑袋上流淌而下 分外争獰 吃了消炎几道全力攻击 他也是受了真正的重伤 甚至 连体内经脉 有些地方都是出现了断裂 消炎的灵魂力量 在一伙的渲染下 破坏力极强 在沈云嘴中 喘着粗重气息间 面前的虚空微微波荡 消炎的身影 又是缓缓浮下而出 还能跑 银白色双眼 盯着气息 萎靡的沈云 消炎的声音中 听不出丝毫情感 小杂种 想要杀老夫 那老夫便拖着你一起死 沈云双眼 逐渐地变得赤红 一抹疯狂涌上脸庞 旋即直接对着消炎怒冲而起 而其身体 也是迅速地变得膨胀了起来 犹如一个即将爆炸的气球般 见到沈云这般疯狂举动 消炎眉头也是一皱 自爆吗 第972章 斗宗强者的自爆 望着那迅猛扑来 并且身体急速膨胀的沈云 消炎脚下一动 身形迅速闪略上空 与此同时 手掌摊开 掌心中 一丝银色的空间之力 闪现而出 空间封锁 清赫落下 只见得沈云周身的空间 陡然泛起了剧烈波动 旋即无形的空间 犹如变成了实质一般 化为一个空间囚牢 将沈云包裹而尽 凝聚这般宛如实质般的空间囚牢 即便是寻常的五星斗宗强者 都是难以做到 但消炎在借助着天火尊者的力量后 却是足以将之施展而出 当然 这之中最为重要的 还是因为其体内 本来有着一丝空间之力 以此为媒介 它方才能够调动 天地间游离的空间力量 空间囚牢刚刚成形 那沈云的身体 也是陡然膨胀 至了一个可怕的地步 旋即 一到惊天爆炸 轰然出现 砰 可怕的能量气浪 犹如大海之中的浪潮般 疯狂地对着四面八方席卷去 那空间囚牢在略微抵御了一会后 便是直接暴力而开 于是 这片山脉 犹如地震了一般 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一道道足有百丈庞大的裂缝 犹如蜘蛛网般的弥骂出 整片山脉 都是在这一刻 陷入了慌乱之中 一名四星斗宗强者的自爆 那威力 极其恐怖 面对着这般可怕的能量风暴 萧炎也是只能暂避锋芒 身形闪略间 直接出现在摇摇的天空之上 目录凝重地望着下方 那肆虐的能量气浪 被沈云这么一搞 几乎这片山脉 都是将会变成一片废墟了 山脉之外的遥远处 逃命中的红天啸 也是察觉到了 这股可怕的能量风暴 当下脸色结实一变 沈云那个老家伙 居然自爆了 能够将他逼得这不劲底 那个小子 也真是太可怕了 红天啸突然感觉到 嘴中有些苦涩 若是一开始便知道 这小子居然如此难缠的话 他绝对不会与之为敌 有这种敌人 真的是让人寝食难安啊 不过世界上并没有后悔药可吃 这一点 红天啸也是极为清楚 而他也不是什么 优柔寡断之人 当下眼中也是掠过一抹凶忙 自语道 这小子的确很诡异 不过你杀了沈云 也不见得 你会好受到哪里去 风雷阁绝对不会做事 一名长老被杀 到时候 嘿嘿 阴冷一笑 红天啸果断转过头来 手一挥 逃掠的速度 再度加快 在山脉的某一处 白衣老者也是为那沈云的 疯狂举动而惊了一下 旋即赶忙拎着寒雪 身形如闪电般地穿梭在森林之中 最后身躯一闪 落在一处山峰之顶 居高临下地望着那在山脉中 肆虐的能量风暴 不由地清晰了一口凉气 这老家伙 还真是疯了 寒雪也同样是被下方那种 毁灭般的能量 吓得翘脸略有些苍白 斗宗强者的自爆 那可不是谁都能亲眼见到的 能把一名斗宗强者 逼到自爆这种绝路上来 这个叫做硝烟的年轻人 也当真是可怕的景啊 白衣老者缓缓抬头 望着摇摇天际之上 那道模糊身影 有些虚稀的道 他没事吧 寒雪美目也是在天际扫过 但他的眼力远不及白衣老者 自然是看不见硝烟的身影 他能有什么事 那手空间封锁 直接是将沈云响 拉着他一起死的念头 给扼杀了去 白衣老者笑着摇了摇头 玄机道 不过他杀了沈云 怕就是与风雷阁真正的交恶了 那红天笑逃回去之后 肯定会大肆宣扬 一封雷北格的行事风格 绝对会派强者围杀他 文言 寒雪一首不自觉地 又紧握了起来 眼露担心之色 好了 丫头 也不要太过担心 这小子不是寻常人物 杀法果断 性格也不是柔弱之人 这种性格 加上这般实力 即便是在中州这片藏龙卧虎的地狱 也同样是 能够混得风生水起 想要杀他 恐怕还真是挺困难的 白衣老者笑道 话语中 对于硝烟倒是评价颇高 寒雪微微点头 玉手掠开额前青丝 望着天空的明眸中 有着一丝细微的感伤 姐姐说得不错 她实在是太过优秀 优秀到极少有女人 能够留住她的地步 山脉之中能量风暴的肆虐 持续了将近十来分钟左右 方才逐渐地减弱 而这段时间 硝烟身形依旧是停留在天空之上 而且七眼眸 也是逐渐地闭上 乌乌狂风在山脉之中刮过 带起黄尘 原本绿鹰聪裕的森林 在天空上的硝烟 方才睁开双眼 目光缓缓地在下方 变得极为凌乱的山脉中扫过 最后轻轻落下身形 缓步来到先前沈云自爆的地方 这里出现了一个 几十丈庞大的巨坑 黑幽幽地一眼看去 甚至都是望不见底 目光在坑洞中扫过 硝烟脚步突然一转 来到巨坑附近 那里 有着一株摇摇欲坠的枯树 手掌缓缓地抚摸过枯树 硝烟嘴角突然泛起一抹冷笑 一拳狠狠轰出 枯树直接爆裂而开 目屑飞射间 一道虚幻的灵魂仓皇逃出 最后对着天空飞去 然后起刚动 周围空间便是陡然凝固 沈长老倒是心计不错 身体自爆 一丝灵魂逃逸而出 不过可惜了 硝烟微笑着望着这道虚幻的灵魂 轻声道 硝烟 不要杀我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 你也不想就这样得罪风雷阁吧 灵魂被困住 眼中有着一分真正的恐惧 若是这次灵魂再被硝烟毁掉的话 他就真正地完了 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的 都是你们逼的 硝烟轻轻叹息一声 手掌伸出 旋即握住沈云的灵魂 小杂种 风雷阁不会放过你的 你就等死吧 感受着硝烟的杀意 沈云顿时怨毒地骂道 碰 硝烟面无表情 手掌一捏 沈云那道灵魂 则是怦然暴力而开 旋即化为点点光斑 消散不见 望着那些消散的灵魂光斑 硝烟知道 沈云这位风雷北阁的长老 算是彻彻底底地 与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心思甚密 对敌人不留丝毫退路 此子非常人啊 山峰之上 白衣老者突然轻叹了一声 道 一旁的寒雪 疑惑地眨了眨眼 他并未看见 硝烟毁掉沈云灵魂的那一幕 不过他倒是觉得 自己这往日眼界颇高的太爷爷 今日对于硝烟的评价 却是极其之高 老先生过奖了 只是不想让一些麻烦再度跟来罢了 一道淡淡的笑声 突然在山峰上响起 旋即硝烟的身形 缓缓地出现在了白衣老者面前 硝烟 见到硝烟出现 寒雪顿时欣喜地叫道 白衣老者也是笑了笑 脚步步着痕迹的前一半步 将寒雪若有若无地挡于身后 他们亲眼看见 硝烟击杀沈云 这种事若是传出去 必将给硝烟带来不少麻烦 见过先前硝烟那很辣手段的他 可没将硝烟当作什么善人 老先生不用如此警惕 硝烟不是什么是杀之人 而且雪儿小姐对我有些恩情 恩将仇报的时 在下可是做不出来 白衣老者的动作虽然细微 但并未逃过现在这种状态的硝烟 当下倾笑道 闻言 白衣老者也是略有些尴尬 抱拳道 老夫韩非 硝烟见过韩老先生了 硝烟也是抱拳笑道 呵呵 老夫可经不起这般大脸 韩非连连摆手 玄机认真的道 今日之事我们不会外传 但想必红天孝定会公布而出 到时候 你就要小心封雷格了 多谢韩老先生告诫 硝烟点了点头 他不是不想去追杀红天孝 只是这种状态 他也维持不了多久时间 而且 天火尊者的灵魂力量一撤退 他必然也会因为过度挥霍能量 而出现一阵虚弱期 这样是怎样也杀不掉那红天孝的 既然硝烟小友知道 那老夫也就不多说了 今日便先告辞了 日后若是有机会 再来找小友讨教一下 韩非笑了笑 目光扫过周围 知道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当下便是拱手道 硝烟微笑着点了点头 你 你小心点 见到要走 韩雪被齿轻咬着红唇 低声道 硝烟一笑 道 你也保重 一旁的韩非见状 心中苦笑了一下 一把拉着韩雪 身形一动 便是对着山脉之外闪略而去 小心封雷格 最好还是早点离开中州北域 硝烟望着远去的韩非二人 隐隐间 有着一道轻柔的声音 顺着氛飘过来 轻吐了一口气 目光望着消失在视线尽头的两道身影 也是转身对着山脉另外一侧飞掠而去 现在的他 需要尽快地提升实力 那黄吉丹 也是该服用了 就是不知道这丹药 会让得他提升到何种层次 第973章 七凤山 绿荫聪裕的山脉之中 人际罕至 偶有售吼之声响起 便是惊起临间停歇的无数飞鸟 一阵惊慌斩翅间 漫天白影 甚是壮观 在那连绵无尽的山脉内 有着一处笔直插天而起的山峰 山峰并不大 但却极为陡峭 几乎是呈直线而上 若非是飞行的话 寻常魔兽 根本就是难以攀越 山峰之顶 云雾缭绕间 一名青年盘膝而坐 在其身旁 一位银色人影 正笔直而立 身体纹丝不动 空洞的目光在周围缓缓扫过 亦有动静 而凡是接近山峰上空者 不论是人还是兽 都是会被其在第一时间斩杀 宛如最完美的护卫一般 青年保持着这般姿势 约莫两个小时后 终于是缓缓睁开了双眼 略显苍白的脸庞上 也是逐渐地恢复了红润 小家伙 你实力太弱 不过好在身体够结实 不然的话 也难以承受我的灵魂力量贯注 随着硝烟睁开双眸 一道声音 也是笑着在其心中响起 硝烟一笑 要老先生 如今恢复到什么实力了 算是八星斗宗层次吧 以后便是很难提升了 至于想要 重回斗尊阶别 那就必须需要一句 与灵魂有着极高契合度的肉体了 天火尊者沉吟了一会 玄机有些狡诈地笑道 嘿嘿 不过小家伙 你先前可是说好了 肉体的事 你会帮老夫解决的 闻言 硝烟不由的玩耳 天火尊者是一大助力 若是能够让他恢复斗尊实力 对于其自己来说 也是好处多多 这一点 他自然是会不有余力的帮助 原始的身体与灵魂的契合度 是最为完美的 若是随便占据一具肉体的话 恐怕效果不大 所以只能专门炼制 消炎轻生道 炼制躯体的办法 当初药老曾经与其说过 所以只要 找到合适的材料的话 以他如今的水平 应该能够炼制出来 那这东西的炼制 便交给你了 记得 可要给老夫弄最好的 不要偷工减料 我虽然 未曾炼制过躯体 但也知道 材料的强度 天火尊者笑道 要老先生放心便是 消炎定会帮你 炼制个最好的躯体 消炎笑了笑 道 嘿嘿 如此便好 小家伙放心 在你为我将躯体 炼制好之前 老夫不会让你有什么性命之忧 天火尊者大笑道 对于消炎 他心中也的确有着一些感激 若非是后者 将他从那岩浆世界中带出 恐怕现在的他 早就彻底地化为虚无 哪还有现在的风光 更何况说不定 日后还能具备自己的躯体 再度感受一下 变成人的美妙感觉 听到这话 消炎也是一笑 有了这个大高手护身 他也是能够多不少的本钱 行走在中周 安全感也足了些 不过即便有着这个护身符 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是最为重要与关键的事啊 毕竟 总不可能每一次 都借别人的力量 笑容微宁 消炎略微沉吟 手掌一动 一个翡翠般的玉瓶 便是出现在手中 瓶口倾斜间 一枚龙眼大小的丹药 滚落而出 顿时 一股异香便是扩散而出 令得人精神未知一振 这枚丹药 自然便是黄吉丹 而且是消炎炼制的那些黄吉丹中 品质最好的一枚 它并未将之拿出去拍卖 而是留着备用 如今 却是正好能够排上用场 黄吉丹的作用 能够令得一名斗黄强者 提升一星 甚至两星的实力 不过这也得看运气 服用了黄吉丹 最后并没有出现实力障动的事情 也并非是未曾出现过 而且倒霉的事 即便是失败了 这东西再吃第二枚 也同样就没了效果 因此 一般服用黄吉丹的人 皆是会在心中 祈祷那种倒霉的事情 不要被自己撞见 丹药在手掌上缓缓滚动 片刻后 消炎终于是轻吐了一口气 嘴巴一张 迅速将丹药塞进嘴中 黄吉丹入嘴急化 化为一股略有些温热的澎湃药力 疯狂地涌进了消炎身体之内 随着那股庞大的精纯药力涌进 消炎嘴角也是微微哆嗦 好在他的经脉颇具韧性 不然的话 还真是难以一口吃下 这股庞大的药力能量 当药力迅速涌入经脉四下游走时 消炎也是清吸一口气 心神一动 琉璃连心火 从身体各个部分抱涌而出 旋即冲进经脉之中 将那庞大的药力迅速包裹 然后强行拉着这些 犹如脱江野马般的家伙 沿着焚绝的功法路线 缓缓运转而起 在消炎体内药力抱涌间 外界其周身的空间 也是剧烈地拨动了起来 一股股能量涌现而出 在其脑袋上空凝聚成能量漩涡 最后徐徐地从其天灵盖出 渗透而进 身怀一火 炼化这些天地间略显斑驳的能量 对于消炎来说 并没有多少难度 来多少 便是能够将之炼化多少 随着体内药力逐渐地挥发 一切也是开始缓慢地进入正轨 以消炎如今的能力来说 黄吉丹的药力虽然庞大 但也并不会让它出现慌乱之感 一切都是进行的行云流水般的顺畅 而至于这枚黄吉丹 究竟能让消炎提升一星或者两星 那便是知道到时候看结果了 在消炎进入缓慢的炼化状态后 山峰之上也是变得平静下来 唯有一旁的低妖魁 还在坚守着那守卫的岗位 七凤山 在整个中州北域都是名头不小 不是因其山中有凤凰 而是因为这座山上 乃是丰雷北阁矗立之地 丰雷阁分为东西南北四分阁 其中东阁为主 西南北为辅 东阁最为强大 其余三阁略微次之 但即便如此 三阁之中的随便一阁 都是有着能够挤入中州一流势力的资阁 而四阁合一 更是能与一些顶尖势力媲美 堪称中州北域的一方巨拨 七凤山颇为险峻 山势陡峭 山峰笼罩在一层浓郁的雾气之中 颇有一种仙境般的感觉 七凤山顶 犹如被一柄巨斧生生批断一般 在其之上 众多建筑物隐藏在聪裕之中 若隐若现 而整个山顶 最引人瞩目的 莫过于那最高山峰之上的 一座银色巨塔 此值冲云霄的巨塔 名为北雷塔 通体布满璀璨的银色 隐隐间 能够听见那从中所传出的一些雷鸣声响 这里是风雷北阁的修炼圣地 唯有表现杰出者 方才具备进入其中修炼的资格 北雷塔最高一层 是一处颇为空旷的大殿 此刻的大殿中 有着数人坐于其中 一股股磅礴气势弥漫其内 令得大殿门口的那些守卫 有些胆颤心惊 云长老的灵魂雷碑 已经破碎了 大殿中央 有着一个银色的王座 淡淡的雷光顺着椅子四下蔓延 在旗上 一名身着银色袍服的人影 轻靠着椅背 一对银灰双铜 有着极强的压迫质感 令得人不敢轻易无视 这话落下 大殿之下 三名一袍皆不相同的老者 脸色却是一变 灵魂雷碑 他们再清楚一过 那里面 有着他们的一丝灵魂印记存放 若是哪一天 他们不幸陨落 那么这灵魂雷碑 也是会破碎而去 这样说来的话 那么沈云 还有人敢在中州北域 对我风雷北阁的人出手 难道是万剑阁的人 一名声有两道 长长阴色眉毛的黑衣老者 声音阴沉地道 暂时不知 此次云长老是陪那红尘去的天北城吧 风雷 殿三位长老 你们动一下身吧 查一下究竟所发生何事 不管动手的是谁 即便真是万剑阁的人 也先擒住再说 我风雷北阁的人 不是那么随随便便就能杀的 王座之上 身着银色袍服的人影 缓缓地道 是 三名老者立刻起身 弓声应道 旋即身形移动 直接是化为光影闪律而出 迅速消失不见 随着三名老者的消失 大殿再度变得空荡与安静了起来 伴赏后 王座上的人影缓缓站起 袖袍清晖 顿时大殿中便是响彻轰隆隆的雷鸣声响 敢在这里动我风雷北阁的人 还真是胆大 若是不将其揪出来 怕是会被那两个家伙笑话了 第974章 九星斗黄 云雾缭绕的山峰之上 空间波荡不已 一股古略显斑驳的天地能量急速涌现 旋即铺天盖地的涌进 那盘坐在山峰边缘的青年体内 而面对着这般无穷无尽般的灌注 其身体也是犹如一个无底洞般 任由那能量如何灌注 都是未曾出现满意的情况 自从服用黄吉丹之后 消炎已经保持了将近三天这般状态 这三天内 其身形如磐石般的纹丝不动 山峰之上 唯有那在其头顶上不断旋转的能量漩涡 在发出滴滴的乌笑声响 消炎体内 黄吉丹的那庞大药力 在经过琉璃莲星火的炼化之下 也是化为了澎湃的斗气 如潮水般的流淌在经脉之中 而且 这之中 还有着源源不断的天地能量涌进 最后被一火炼化 化为精纯的斗气 融入这支大部队之中 不过那种天地能量虽然量多 但在经过重重炼化后 所剩下可供消炎 吸收的精纯斗气 却是并不多 但毕竟聊胜于无 积水成河 水滴使穿 这般日积月累下 也是一个极为恐怖的地步 大多修炼之人 体内斗气 也是如此累积而来 依靠丹药提升实力 毕竟只是洁净 不能多用 否则过犹不及 但真要说起来 使用丹药直接提升实力 消炎貌似也是第一次 在斗王阶别时 他也并未使用那所谓的斗灵丹 因此 倒不在那过多的行列之中 消炎此次的修炼 持续的时间颇久 体内黄极丹的药力 早在一天前 便是被彻底炼化 但他并未立刻罢工 而是选择继续修炼 因为隐隐间他感觉到 光凭那黄极丹的药力 似乎并不能令得 他提升两星等级 他行事追求完美 这是一次机遇 他自然是要把握住 令得自己的实力 提升至最大化 而抱着这般心态 又是将近四日时间过去 这七天之内 消炎几乎将全部的心神 都是用来吸收天地之能量 而在他这般 源源不断地汲取之下 其体内经脉之中 所流淌的斗气 也是逐渐地变得 澎湃雄浑起来 每一次的运转 都是会为身体 带来近乎无穷无尽般的力量 这种充盈之感 令得他有种仰天长笑的冲动 当然 这种冲动 最后自然是被他压制而下 他清楚 真要吼了出来 这辛辛苦苦的修炼 可就得白白告吹了 时间 在修炼之间迅速度过 山峰之上 依旧是一如既往的宁静 偶尔间 地妖魁会猛地抬头 手掌对着山峰 不远处 隔空轰出一拳 恐怖的尽力透空而出 最后直接将那 飞进山峰百米之内的一头魔兽 轰成一团肉泥 这段时间 这座山峰几乎成为了 这片山脉的禁区 吃过一些亏的魔兽 也是学得乖了许多 在路过此处时 会远远地绕开 这样一来 硝烟的修炼 更是进行得极为平稳 硝烟的修炼 在第八天清晨之时 终于是出现了一丝动静 其头顶上的能量漩涡 在微微颤抖了几下后 便是缓缓消散 而其周身波动的空间 也是逐渐地回归平静 能量漩涡消失后不久 硝烟眼皮 也是轻轻抖了抖 片刻后 缓缓睁开 漆黑双眸中 古朴无奇 平淡地犹如刚刚睡醒一般 没有半点波动 手中修炼硬结轻轻散去 硝烟缓缓抬头 手掌平抬而开 心神一动 那流淌在经脉之内的澎湃斗气 顿时轰然奔腾 最后犹如失去了束缚的马斑 窜出经脉 最后融入在硝烟的身体之内 随着那澎湃斗气 融入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硝烟那漆黑双眸中 凌厉精芒 也是陡然浮现 旋即越来越浓郁 而其气势 也是在此刻直线拔身 迅速地突破七星层次 迈步进入八星 气势在突破至八星后 并未就此停止 而是还在疯狂的障动 硝烟身体上的衣衫 此刻也是无风自动 盘膝所做出的一块巨石 也是咔嚓一声 蔓延出几道细微的裂缝 周围弥漫的云雾 也是犹如被一双 无形大手拨开一般 气势急速掌动 半晌之后 终于是抵达了八星巅峰 一层无形的膜悄然出现 将掌动的气势 给压制而下 感觉到那种隐隐间的阻塞之感 硝烟双全猛然紧握 并未就此立刻 而是猛地站起身来 仰天一声悠长长笑 轻笑如鹤唳 瞬间穿透云雾 在这片山脉之中 响彻而起 久久未曾平复 笑声极为悠长 仿佛一口气憋到极致一般 而硝烟的脸庞 也是因此 变得有些战红起来 青睛在脸庞上 如蚯蚓般的鼓动 看上去 居然是有着一分猙獰的感觉 给我破 双拳紧握 硝烟脚下那块巨石 轰然爆裂而开 碎石四射间 一声力喝 也是自硝烟嘴中传出 咔 冥冥中 似乎一层并不存在的魔破裂了 硝烟那停止掌动的气势 也是再度攀升 一举突破八星层次 最后停在了九星之上 气势刚刚突破至九星 便是嘎然而止 而硝烟也是犹如虚拓般的软下身子 双掌撑在地面 脸色胀红间 不断地喘着粗气 然而 虽然四肢变得乏力 但硝烟双眼之中 却是有着一抹难以掩饰的欣喜之意 他知道 如今的他 在黄吉丹 以及自己那股信念之下 生生地突破 到了九星层次 也就是说 现在的硝烟 已经是一名九星斗皇 距离那斗宗之街 也唯有一星之差 虽说这一星令的无数强者黯然止步 但硝烟对自己有信心 这斗宗 不可能会是他的尽头 小家伙不错 居然懂得在这种时刻拼一下 依靠心中一股信念来晋级 老夫可是好多年未曾看见了 在硝烟喘喘息间 天火尊者那感叹的声音 也是缓缓传出 要老先生过奖了 只不过心中憋着一口气 想要吐出来罢了 没想到 便是冲破了这层阻碍 硝烟抹去额头上的冷汗 笑道 经历过先前的那阵虚弱之后 他能够感觉到 澎湃的斗气 正在不断地从体内涌出 而那种虚弱之感 也是在迅速消失 不管如何 也不容易啊 天火尊者笑道 硝烟也是一笑 从地上站起身来 扭了扭身体 浑身骨头顿时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 一股由身体深处 弥骂而出的舒畅之感 涌遍全身 令得硝烟忍不住地呻吟了一声 这便是九星斗黄的感觉吗 果然很强啊 握了握拳头 硝烟猛地一拳轰出 面前空间顿时波荡起来 一股尖锐的音爆声 在拳头之上成形 急剧威势 这股力道之强 比起前几日 当真是强横了几倍不止 深深地吸了一口 略有些失忆的空气 硝烟偏过头 看了地妖魁一眼 不由得一笑 有这东西当护卫 果然是不错 如今黄吉丹也是服用了 便先离开吧 杀了沈云 恐怕风雷阁不会善罢甘休 如今倒是不宜 和他们硬碰 找个有空间重动的城市 离开这里避避风头 尽早突破窦黄 方才知最重要的是 略微沉吟了一下 硝烟手掌一挥 将地妖魁收入那戒之中 然后晶莹的谷翼 自背后舒展开来 谷翼一阵 狂风乍起 将山峰周围的云雾 都是吹得散了开去 而其身形 也是化为一道流光 闪掠而出 对着山脉之外 飞掠而去 在山脉之中 飞行了约莫几个小时左右 森林终于是变得稀疏了起来 一座城市轮廓 隐隐约约地出现在了硝烟视线之中 在距城市不远的地方 硝烟落下身形 然后快速对着城门口行去 不过在见到路道之上的一些人影之后 略微迟疑一下 从那界中取出一个斗篷 将脑袋遮了去 然后这才走向城市 靠得城市近了 硝烟目光却是蹲在城门口处 那里汇聚了不少人影 隐约间能够听见什么通缉之类的声音 微微皱了皱眉 硝烟不着痕迹地走进城门口 目光对着那人群会聚出的城墙上扫了扫 双眼顿时一凝 城墙上有着一张璀璨的影纸 其上会有一张画像 赫然便是硝烟的头像 在下方 还有着一个银色塔状的徽章 这徽章硝烟 曾经在沈云胸口处见过 很明显 这是一张通缉令 而其目标便是硝烟 在通缉令面前 围拢着众多好事者 一道道议论之声不断地传出 据说这叫做硝烟的小子 将封雷北阁的沈云给杀了 难怪封雷北阁会下通缉令 不会吧 这家伙看上去不过才二十多岁啊 那沈云可是斗宗强者 七 当日天北城的事 你是没听过 那天北城的洪家 可是被搞得相当凄惨 现在发通缉令有屁用 人都不知道跑哪去了 说不定早离开北域了 封雷北阁不仅发了通缉令 而且那天北城的寒家 也是被封雷北阁的人软禁了起来 应该是想拿他们当人质 逼着硝烟出来吧 不过那硝烟又不是傻瓜 明知道天北城 有着三名封雷北阁的强者 怎么可能会去自投罗网 听得这最后一句话 硝烟身体猛的一阵 斗篷之下的脸庞 也是骤然地变得阴沉了下来 拳头紧握间 发出嘎吱的声响 封雷阁 一道蕴含着阴森杀意的声音 轻轻地从硝烟牙缝之间 溢泻而出 第975章 龙坛虎穴 一望无际的聪裕领海之上 一道身影出力其上 目光望向北方天际 眉头微皱 寒家被封雷北阁强者软禁 这倒的确是硝烟未曾料到的事 毕竟不管如何说 寒家在天北城 也是有着不小的分量 而且这件事 他们也并未插什么手 但没想到 封雷北阁的这些王八蛋 居然会行这般卑劣行径 封雷北阁大肆散播寒家 被软禁的消息 其目的不言而喻 便是想逼得硝烟现身去救 硝烟敢肯定 此刻的天北城 恐怕早已经被封雷北阁的 强者暗中占据 只要自己一露面 恐怕需要面临的 便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 现在的天北城 已经成了一个陷阱 就等着硝烟去挑 对于这个陷阱 封雷北阁并未如何掩饰 而且也掩饰不了 连那些常人 都是能够知道这一点 硝烟不可能猜不到 真要说起来 这种举动 只要对方是那种 心凉冷血之辈 几乎根本不会有丝毫的理会 而这所谓的陷阱 自然也是发挥不了作用 但不得不说 硝烟并非是那种 冷血无情之人 对于敌人 他或许能够做到 毫不手软的地步 但对于常人 或者认识的人来说 他却是极为平和 也正是这般性格 方才会令得在他的身边 聚集了不少伙伴 以及强者 海波东如此 小一仙如此 美杜莎如此 甚至连天火尊者 都是有着这种感受 一个对待朋友 尚且冷血的人 也难以得到 别人的真心对待 而这一点 正是硝烟的人格魅力所在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硝烟轻叹道 这封雷北阁 还真是令人厌恶啊 居然你们要逼我出来 那就如你们愿吧 小家伙打算去那天北城了 那里现在肯定是 强者重重哦 一道苍老笑声 在硝烟心头响起 大丈夫有所为 有所不为 这是因我而起 以我性格 难以做到袖手旁观啊 硝烟轻声道 哼 这话倒是说得不错 老夫生平最讨厌连累朋友 最后畏首畏尾之辈 你小子虽然年纪不大 但却很对老夫胃口 若不是你说你 已经有老师的话 倒是个不错的弟子人选 天火尊者爽朗地笑道 要老先生过奖了 闻言 硝烟也是笑了笑 肩膀一震 一对金银鼓翼 便是徐徐伸展而开 笑道 既然如此 那便动身吧 放心 有老夫在 只要不是遇见 斗宗巅峰的强者 保你无事 天火尊者大笑道 既然如此 那便多谢要老先生了 硝烟也是一声大笑 抬头望着 那连绵无尽的聪裕领海 心头不由地涌上一股豪气 仰天一声轻笑 笑声如鹤唳 清澈地在领海之上回荡不休 就算你风雷北阁 将天北城装成龙坛虎穴 我硝烟依然不惧 笑声徐徐落下 硝烟背后鼓翼一阵 身形顿时化为一抹流光 对着北方天际 闪略而去 这几日的天北城 气氛略微有些显得怪异 因为谁都知道 不少风雷北阁的强者 都是奉命赶来 最后也是直接导致 城中众多势力 变得紧张起来 以风雷北阁的实力 若是要驱逐他们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半点反抗的资格 不过好在他们的担心 并未实现 风雷北阁的强者 并未对城中其他势力做什么 但是却是来到的第一天时间 便是将寒家禁数封锁 人不得出境 整个家族 直接是被囚禁在那庄园之内 寒家虽说在天北城势力不弱 但对于风雷北阁来说 却并未有多少威胁力 虽说寒家的大长老韩非 当日愤怒之下 与风雷阁的强者战了一番 但当风雷北阁三位长老出手时 即使是心中极其憋屈 可他也只能罢手 他的实力 顶多只能与一名长老相抗衡 若是三人的话 他却是必败了 不过寒非的抵御 也并非没有效果 那风雷北阁的强者 只是封锁了他们的出入 倒也并未闯进庄园 这倒是令得他们略微好受了一些 对于风雷北阁这般举动的目的 寒家之人也是非常清楚 是想借此逼出不知躲到何处去了的萧炎 但是 除了少数人之外 大多数的寒家之人 都并不认为萧炎会真的因此而出现 此刻的天北城 不仅有不少的风雷北阁精锐弟子 而且最主要的 还是有着风雷店三位长老 这三人的实力 每一个都是也要比沈云强上一些 三人联手之下 除非是一些斗宗皆别的老妖怪 否则的话 根本就很少有人能与他们一战 即便那萧炎 拥有着击杀沈云的恐怖实力 但恐怕也难以抗衡 这三位在风雷北阁声名赫赫的长老 当然 不仅寒家的人 整个天北城 甚至一些听到风声的其他城市 都是在猜测 猜测那萧炎究竟是否会真的前来 不过这种猜测 也是绝大部分偏向不来 毕竟在他们看来 只要不是头脑发昏之人 清醒下 恐怕没多少人有着胆量 来闯着龙唐虎穴 即便那位叫做萧炎的青年 在当日的天时台上 给予了他们极大的震撼 而在这无数的猜测中 七日时间转瞬忌果 而这七日内 天北城也是一如既往的安静 想象中的大战 并未来到 当下 不少人皆是颇为失望 看来那萧炎 果真是不敢来了 有时候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生物 在先前猜测不定时 他们认为 萧炎闷头闯来 是一种颇为愚蠢的举动 但如今 在确定 后者并不会出现时 有事忍不住地会失望 甚至暗中不屑 在心中将一个 弃有不顾的罪名 按在萧炎的脑袋上 寒家 一处幽静的小院 一道曼妙茜影 坐于十以上 美目望着房间时 略微有些失神 如今的寒雪 比起以前轻受了不少 虽说依旧还是透着一分冷意 可看上去 倒是多了几分 动人的楚楚可怜 美目凝望了片刻 寒雪终于是轻轻地 叹了一口气 雪儿 你每天都在往这里跑 在寒雪探期间 一道无奈的轻声 在其身后响起 前者偏过头 原来是寒月 翘脸微微红了红 寒雪望着寒月 那一脸的怜惜 玉手握了握 突然道 姐姐 你说 她会来吗 闻言 寒月正了正 已经过去了七天时间了 但却没有一点 萧炎的风声 以她对萧炎的认识 后者并非是那种 无情无义之人 但几日的等待 也是令得她心中的信心 动摇了许多 应该 会的吧 在迟疑了片刻后 寒月终于是说道 我倒是希望她不要来 那封雷北格的三个老家伙 连太爷爷都是极为的忌惮 虽说萧炎也很强 但怕也不是 那三个老家伙的对手 寒雪修长的睫毛 轻轻眨动 轻声道 她若是真的不来 你不会失望 觉得自己看错人了 寒月明眸一抬 笑道 寒雪柳眉微醋 这个问题让得她挺苦恼 不过半晌后 还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道 会有一些失望 但我还是不希望她来 傻丫头 寒月摇了摇头 揉了揉寒雪的青丝 安慰地笑道 放心吧 你那心目中的王子 会在那漂亮的骨头翅膀之下 来到天北城 将风雷北格这些混蛋 全部打得屁滚尿流 闻言 寒雪不由地扑斥一笑 伸出玉壁还住寒雪的先妖 脑袋靠着她的香肩上 美眸中略微有些雾气 用仅有自己能够听见的声音 笛声喃喃道 千万不要来啊 轰 寒雪的喃喃声刚刚落下 一道轰雷声响 猛然在天北城上空响彻而起 旋即整个城市 都是能够感受到 一股丝毫未加掩饰的磅礴气势 正追星赶月般地 从天北城之外爆掠而来 这股气势刚刚出现 整个天北城 便是陷入了骚动之中 一道道目瞪口呆的目光 望着气势传来的方向 那里 一道流光如闪电般地 划破长空而来 萧炎 他居然真的来了 这小子 还真有胆识啊 哈哈 看来老子这次赌赢了 安静了几日的天北城 在这一瞬间 宛如复活了一般 一道道炽热目光 望向天北城之外的天际 他们知道 今日 天北城不会再安静了 寒家庄园外围 三处大树之顶 三名老者 几乎在那股气势出现的同一时间 瞬间睁开双眼 缓缓抬头 望着远处 苍老的脸庞上 浮现一抹冷笑 终于是来了吗 第976章 九天雷欲震 流光破空而来 宛如流星般 眨眼间 便是出现在了天北城上空 旋即化为一道 略显薛寿的身影 哄 在这道身影现身时 天北城的天空 也是逐渐地变得暗沉了许多 乌云笼罩下 磅礴大雨 化为水目世界 将下方的城市笼罩而尽 大雨倾袭而下 落在建筑物之上 一时间 整个城市 都是传出连绵不绝的滴答之声 然而大雨虽然说来就来 但却少有人进屋 一道道人影 盯着倾盆大雨 目光略有些炽热地 望着天空上的那道身影 很多人都未曾想到 这个叫做硝烟的年轻人 再明知道天北城 已是龙潭虎穴 他居然还敢真的献身 这一刻 不少人心头 皆是隐隐间有着一抹敬佩 不说其他 光是这小子的这份胆识 便是足以令的人竖起大拇指 羞 羞 羞 羽目仿佛连接了整个天地 突然间有着破风声响起 十几道矫健身影 闪掠在高耸的建筑物之上 目光冰冷地望着天空上的人影 一道低沉的鹤声 顺着羽目传出 来者何人 硝烟 天空上 青年副手而立 凡是进入其周身丈许距离的雨滴 皆是会瞬间化为虚无 远远看去 就犹如一个无形的罩子 将其笼罩而近般 平静的声音 也是从高空上 栩栩传下 奉长老之名 擒杀硝烟 动手 听得此话 那领先的一名身着青色衣衫的男子 眼神顿时意冷 立合道 是 赫声刚刚落下 周围建筑物之上 顿时爆裂而出十几道身影 手臂一抖 十几柄银色长枪 便是显露而出 枪身一阵 滑破雨幕 凌厉进风 直射硝烟 见状 硝烟嘴角也是泛起一抹冷笑 双手一曲一卷 澎湃的碧绿火焰 陡然暴涌而出 恐怖的高温 直接将方圆几十丈的雨水金属蒸发 食指连弹 碧绿火焰立刻分裂而开 化为众多火蛇 铺天盖地的暴涌而出 琉璃连星火所化的火蛇速度极为快捷 一闪间 便是出现在那些风雷格强者面前 炽热的高温 令得后者等人大吃一惊 尚还来不及攻击 火蛇便是如电般的窜镜 火尾一甩 结结实实地轰击在众人胸膛之上 当下只听了一道道闷横声 众多身影 直接从天空上坠落而下 落在地面上 捂着胸口 身影不断 见到硝炎 随手便是将风雷格十几名 相当于斗王界别的强者击退 天北城中 也是不由地响起一些惊叹声 这般从容手法 即便是一些斗王强者 也是不曾具备啊 这硝炎似乎几日未见 又变得强了许多 风雷北格的人 不过如此 这些无关紧要的人 便不用再上了 三位长老 想要抓我硝炎 便亲自动手吧 随手击溃十几名风雷格强者 硝炎凌厉目光 陡然射向寒家之所 冷鹤声 即便是隔着重重雨幕 依旧是滚滚地 在整个天北城响起 自从老夫三人 成为北格长老之后 你是第一个 让得我们一起 出手抓捕的后背 淡淡的声音 隐约间带着一丝雷鸣 缓缓地响起 旋即 那天空上的雨幕 突然犹如 被一双无形大手撕裂而开一般 三名老者 踏着虚空 缓步而来 望着那踏空而来的三名老者 硝炎眼瞳 也是微微一缩 这三人的气息 几乎都是要比那沈云强上一些 按其所料 恐怕都是五星斗宗 甚至 那当下的 一名银色长眉的老者 观其气息 恐怕都是 达到了五星斗宗巅峰的层次 一出手 便是三名五星斗宗 而且 这还是一个北格的力量 若是四格齐聚 那实力 将会何等强悍 这风雷格 能够成为中州之上的顶尖势力 果然不是靠的虚名 想必三位 应该便是那所谓的 风雷殿三位长老吧 风雷北格 倒还真是看得起在下 硝炎缓缓地道 能够将沈云击杀 你自然不是什么平庸之辈 老夫三人旗帜 不算太过 当下那位银色长眉老者 淡淡地道 其话语间 带着许些雷声 仿若天生般 令得人极感压抑 那是他旧游自取 怨不得谁 硝炎淡淡地道 你身怀三千雷洞 又杀我风雷北格长老 此罪 不可免 念在你是小辈 跟我们回风雷北格 说不得阁主慈悲下 会饶你一命 一名衣袍上 会有道道闪电的老者 冷喝道 去了那里 或许就真没了活路 硝炎笑道 何必跟这小子多费唇舌 先抓了再说 阁主说了 杀我风雷格的人 必须付出代价 将其抓住 废掉斗气 永久囚禁在北雷塔下 让得外人也知道 日后想要动我风雷格的人 就得多想想后果 一名身着青袍的老者 眼中闪过一抹阴厉 沉声道 听得这老家伙的狠利话语 硝炎脸庞 也是逐渐变得冰冷起来 废掉斗气 永久囚禁 这两样惩罚 都是极端的恐怖 手掌一挥 低腰魁闪现而出 目光空洞地立于硝炎身旁 他目光阴寒地 注视那名青袍老者 冷笑道 想费我斗气 就得看你又没这资格 低腰魁一线 三名风雷格长老 脸色都是 有些变幻 那明长眉老者细细地 打亮一番 微微点头 道 果然是一具 陡宗皆别的傀儡 这般宝贝 即便是我风雷格 也是不曾具有 没想到你 居然还有这一等浮原 不过 这却还不够保住你的命 他不够 这样吗 硝炎手指轻轻摸上 雪白色的那剑 缓缓地道 随着声音落下 一股磅礴无匹的灵魂力量 再度顺着手臂 犹如潮水一般 疯狂地涌进硝炎身体之内 伴随着那磅礴灵魂之力的涌进 硝炎的气势 也是在这一刻 在全城那一道道 惊骇的目光中 开始了疯狂攀升 磅礴气势 横扫天际 甚至于连那倾盆大雨 都是因此而出现了停滞 而当硝炎的一对漆黑眼瞳 再度化为冷漠的银色之时 气势的掌动方 才缓缓停滞 这样 可还够 硝炎银色双眼 注视着风雷电三位长老 平静的声音 却是犹如在人灵魂深处响起般 果然如红天笑所说 你能够令得自己实力暴涨 这股气势 应在七星陡宗巅峰左右 将近八星 而且这力量 还是极为纯粹的灵魂之力 想必在你身上 应该是有着一个强大的灵魂体 不然凭你 是绝难以达到这般层次 长眉老者紧紧地注视着硝炎 声音低沉地道 硝炎眼眸微眯 这个老家伙眼力极为毒辣 居然是一眼便是看出了其力量来源 比起沈云 却是更加老辣 这般实力 的确极强 难怪能杀得了沈云 不过今日 也不见得你就能走出天北城 长眉老者淡淡地道 红天笑 傀儡 交给你 雷长老放心便是 这场大战结束 这傀儡都不会插手你们之间的战斗 一道身影 从远处闪掠而来 最后悬浮在天空上 正是红天笑 见状 萧炎眉头微皱 这老家伙 在红天笑刚刚出现之后 韩家之内 突然也是闪出一道身影 不过其身影刚刚出现 那长眉老者 脸色便是一寒 冷声道 韩非 你若是敢插手今日的战斗 老夫敢跟你保证 韩家 避讳 听得这充斥因寒杀意的贺声 那道身影也是陡然停顿 韩非双拳紧握 眼中露出一抹挣扎 韩老天生 这是我与风雷隔间的事 你便不要插手吧 在其挣扎间 萧炎淡淡的笑声 却是缓缓传来 萧炎兄弟 韩家有幸能结交与你 乃是大幸之事 韩非深吸了一口气 抬起头 对着萧炎正中异常地行了一礼 然后目光猙獰地 扫了风雷北阁三位长老一眼 带起满腔的怒火 转身落入韩家 风雷北阁天纲堂听令 结九天雷玉阵 震退韩非 长眉长老脸色也是逐渐冰冷 一声冷喝 响彻全程 遵命 赫声落下 天北城各个方向 顿时传来一道道恭敬之声 旋即吃拉的声音 响彻而起 一道道雷光电影 呈八角之状 刚好将萧炎所在的这片区域 笼罩而尽 雷光闪烁 猛然间化为一道雷霆暴冲天际 一头闯进重重乌云之内 瞬间之后 刺眼的银芒倾洒而下 无数道雷霆从天而降 密密麻麻地 宛如囚牢一般 将硝烟周身方圆百丈之内的空间 尽数包裹 不管你有什么来落 束手就擒 是你唯一的选择 璀璨的电光 缓缓地从长眉 长老三人体内暴涌而出 玄机化为庞大的雷电柱冲入云霄 顿时 那周围密集的雷光 更是浓郁了无数倍 除此之外 便 唯有一死 冰冷喝声在雷霆的渲染下 杀气凛然 令人心神颤抖 第977章 雷神之怒 望着那从四周倾气而下的雷霆 片刻后 硝烟缓缓抬头 望着天空上 那几乎被渲染成了银色的厚厚乌云 那里面 凝聚着一股极为可怕的能量 看来为了将它擒住 这封雷北格 也是真正地拿出了本钱啊 这等大阵 也是败了出来 以寒家为邪 逼你出来 这等形式 的确不是我封雷格的作风 今日之事 或许会落人口舌 所以 也会是最后一次 但你 我们却是得必须擒住 三千雷洞 不容许出现在外人身上 今日不管谁胜谁负 寒家 都与此事再没有关系 长眉长老 目光紧紧地盯着硝烟 其声音却是如雷鸣般 传出雷霆之幕 在整个天北城响彻 软禁寒家这些天 他们也是受到不小的压力 如今当众说出这番话 也算是给了天北城的人 以及寒家一个交代 当然 最主要目的 还是想要挽回一些这些天 造成的负面影响 毕竟封雷北格 只是封雷格之一 若是因此将封雷格名声搞臭了 他们也是逃不了责任 硝烟平静地注视着三人 银色双眸中 看不出喜怒 道 动手吧 束手就擒这等蠢事 我硝烟还干不出来 想要抓我 就得拿出本事来 话音一落 硝烟手指点向长眉长老三人 而其身旁的低妖魁 空洞眼中 也是爆发出许些金芒 脚掌一度虚空 便是化为一道银色光影 暴力而出 嘿嘿 硝烟 你的对手是雷长老三人 这等傀儡之物 便交给老夫来吧 地妖魁刚刚掠出 那雷霆之墓 突然裂开一道裂缝 红天啸大笑着闪略而尽 旋即将地妖魁拦截而下 杀了他 硝烟银色双眸 淡漠地扫过红天啸 轻声道 话音脱口 地妖魁身体之上 陡然爆发出此言银芒 拳风也是变得极其凌厉起来 每一拳都是带起低沉的音爆之声 狠狠地砸向红天啸 见到地妖魁突然发威 红天啸也是不敢有丝毫怠慢 他清楚 这傀儡实力极为恐怖 若是一个不慎 真是葬声在其手中 也并非是不可能 不过 幸好他的任务只是缠过他 并非是将其击败 磅礴的火红斗气 犹如火焰般 自红天啸体内暴涌而出 抽出两张长的大刀 狠狠地舞动着 最后与地妖魁 狠狠地撞击在一起 一场剧烈大战 顿时爆发而起 见到红天啸 成功将地妖魁拦截而住 长眉长老身体之上 闪烁的雷光 也是越来越浓 他盯着硝烟 沉声道 这九天雷玉阵 是我封雷北阁护阁大阵 乃是由23位斗皇强者 以及46位斗王强者所结 再由我三人作阵眼 今日 你若是能够将之突破 你硝烟的名声 也是能够名震中州北域 硝烟面色并未因此而有所波动 缓缓抬起手掌 微微一旋 庞大的灵魂气旋炮迅速成形 旋即砰的一声 暴射而出 沿途处 连虚无的空间 也是出现了一条扭曲的通道 面对着这种状态硝烟的攻击 那长眉长老 也是不敢有所怠慢 手印一变 天空上雷云翻滚 旋即一声巨响 一道足有丈许庞大的雷霆 如怒龙般的轰然落下 旋即狠狠地 砸在灵魂气旋炮之上 砰 两道凶猛攻击 缓缓湮灭 一股强悍的能量气浪 迅猛地扩散开 不过在进入到消炎 以及长眉长老 周身十丈距离时 便是自然消散 消炎目光缓缓地在 长眉长老三人身上扫过 在他们的头顶 皆是有着一道雷光柱 冲进雷云之内 三人中 坐指引为攻击的人 仅有那位长眉长老 其余二人 似乎将体内所有斗气 都是灌注进了雷云之内 这大阵 倒也的确有些玄妙 天雷术 长眉长老脸色冷肃 手印急速变动 而天空上的雷云 也是随之翻涌 瞬间后 手直猛地指向消炎 吃 吃 雷云翻涌 无数道巨大的雷霆 如巨蟒般地涌出 最后铺天盖地地 对着消炎落降而起 那股浩大之势 看得人胆颤心惊 消炎脚掌轻舵 碧绿火焰从体内 涌胜而出 旋即几乎弥漫 方圆几十丈的空间 火焰熊熊升腾间 直接凝聚成一头巨大的火狼 仰天一声悠长狼嚎 锯嘴一张 犀利暴涌 而那些暴尸而来的雷霆 居然是被其禁数声声吞噬而尽 雷霆被火狼禁数吞噬 旋即火狼那庞大的体内 传来阵阵闷雷声响 其身形也是变得淡化了一些 不过毕竟是将那些雷霆给化了去 去 消炎蛆指一谈 火狼眼中顿时涌现凶狠之色 脉动着四腿 直接横跨天空 对着长眉长老等人冲撞而去 火狼位置 那谷高温便已是令的长眉长老三人 脸色微微一变 脸色凝重地道 一火 天雷欠 立刻落下 一道璀璨银芒突然闪掠天地 旋即奔跑中的火狼微微一顿 片刻后 居然是从中徐徐地断裂而开 扑斥一声 徐徐变得虚化 短短十来分钟 双方各有攻守 看似平静 可却极为凶险 不论雷弓还是火弓 只要被击中 那下场定然是不会好到何处去 这种极度剧烈的战斗 即便是寻常的斗宗强者 怕都是不敢掺和进来 硝烟 不要跟他们耗了 他们有大阵支持 可以源源不断地施展雷弓 我的灵魂力量 不能在你体内待太久 所以赶紧解决 天火尊者的提醒声音 突然在硝烟心中响起 闻言 硝烟也是微微点了点头 深吸一口气 手指轻轻点在额头上的那火硬触 旋即曲指一勾 森白色的诡异火焰便是迅猛地窜出 古灵冷火一出现 硝烟手掌一抓 碧绿火焰分裂而开 化为陨落星炎与清炎的星火 三种一火漂浮在硝烟身前 最后在其手掌一握间 三种火焰陡然凝聚 顿时间 一股恐怖的狂暴之力 徐徐地蔓延而出 三种一火 怎么可能 见到硝烟面前的三种火焰 那一直显得并未有太大情绪波动的 长眉长老三人 却是脸色猛的一变 难以置信地失声道 惊叫声落下 长眉长老脸色 也是变得阴沉了许多 目光与身旁 两人交织了一下 旋即狠狠一咬牙 三人手印 居然开始同时变动 随着手印的急速变化 那从他们头顶冒出的雷柱 也是越来越强 而接收到如此庞大的雷斗气支持 天空之上的雷云 也是犹如匍匐的远古凶兽般 发出一道道低沉的 令人头皮发麻的轰隆声响 一股同样极为狂暴的能量 在其中迅速成形 而那在狂暴能量成形间 长眉长老三人的脸色 也是逐渐地变得苍白起来 三种异火在硝烟手掌上互相融合 而在那融合间 一丝丝毁灭之力 也是悄然地渗透而出 令得硝烟周身的空间 出现了犹如细丝一般的漆黑裂缝 空间居然都在此刻出现了崩裂 以如今硝烟的这般状态 融合三种异火并不困难 因此 短短几分钟之后 一个脸盆大小的三色火莲 缓缓地出现在了其手掌之上 三色火莲徐徐旋转 每一次的旋转 都将会令得周围的空间 出现许些漆黑裂缝 硝烟将这好东西丢向那雷云 那里才是大阵的阵眼 只要那里一破 这三个老家伙都将会立刻重伤 甚至那些外面节阵的人 也将会受到反噬 在火莲成形时 天火尊者的声音 也是在其心中响起 闻言 硝烟手掌一动 手中的那朵三色火莲 便是旋转着飞掠而出 而其目标 赫然便是天空之上 那翻涌的雷云 见到硝烟此举 那长眉长老三人 脸色再度一变 旋即狠狠一咬舌尖 三口精血喷出 一声怒喝 九天雷遇 雷神之怒 哄 随着三人喝声落下 那雷云之内 顿时传出一道惊天乍响 翻涌的速度 也是缓缓停止 旋即 璀璨银芒暴射 一支完全由雷电所凝 足有几十丈庞大的雷电巨拳 破开雷云 一拳轰下 一拳出 整个天空那尖锐的音爆声 几乎连成了片 噼里啪啦地响得不停 甚至那地面之上的街道 也是轰然崩裂 露出一个巨大的拳印 巨大的雷电之拳 携带着可怕的力量轰下 那股声势 几乎凡是挡在其面前的东西 几乎全部都是会在寝客间毁灭一般 然而 在那恐怖拳风笼罩下 一缕三色光芒 却是毫不受阻碍的直射而来 其体型虽小 但从中所溢出的毁灭之力 却是带起了一路的空间裂缝 或许是因为这雷电之拳 消耗了太多能量的缘故 那四周的雷霆之墓 此刻也是变得淡化了许多 于是 这般惊天对碰的一煞 正好收入了天北城所有人的视线之内 在那无数道惊骇目光之下 庞大的雷电巨拳 终于是与渺小的火莲 怦然相撞 这一煞 天地寂静 第978章 火莲之威 相撞之煞 天地寂静 甚至于连那 连接天地的羽目 都是在此刻凝固而下 璀璨而刺眼的能量强光 犹如一轮耀日般 突兀地出现在天空上 那光芒之墙 几乎瞬间便是 令得这片因为雷云 而略有些暗沉的天气 变得刺眼明亮了起来 这种光芒之墙 几乎都是超过了 摇摇天际之上 那轮火热耀日 雷电轰隆巨声 宛如雷神的咆哮般 在天际响彻不休 但料想之中的惊天爆炸 却并未出现 在三色火莲与雷电巨拳交接之处 空间出现了一道道 肉眼可见的皱褶 两股极度可怕的能量 在这无声之中 彼此侵蚀 随着两股可怕力量的侵蚀 一个半尺大小的空间黑洞 缓缓地出现 在这两股力量之下 即便是那里的空间 都是有些承受不住 而出现了崩裂 空间黑洞逐渐扩大 旋即在那全程 无数道震惊目光中 扩散至仗须左右 随着空间黑洞的蔓延 雷电巨拳与三色火莲 也是变得波动了起来 一道道雷霆 犹如银蛇般 顺着巨拳疯狂地清晰而下 最后狠狠地窜向火莲 而面对着雷电巨拳的疯狂进攻 三色火莲倒是异常平静 缓缓地旋转 一道道影约间 带着三种颜色的火苗窜出 将那些倾向下的银雷 尽数抵御 两者间的交锋 虽然无声 也没有太过恐怖的惊天爆炸 但只要是稍具眼力者 还是能够知晓 这般交锋 更加恐怖与凶险 在那交锋处 方圆十丈距离 莫说旁人 就算此刻的硝烟 以及三位风雷北阁长老进入 下场也定然是好不到哪里去 那里的空间 已经被一股极端可怕的 狂暴之力所笼罩 火莲徐徐旋转 而伴随着它的每一次旋转 那雷电巨拳 便是会隐约间变得暗淡一些 而与此同时 长眉长老三人 脸色也是更加显得苍白 火莲之内的那丝毁灭之力 令得它们有种从灵魂深处 而满溢而出的惊具 咔嚓 在无数道目光注视下 三色火莲的旋转速度 突然加快了许多 而随着其速度的加快 雷电巨拳的暗淡速度 也是随之加剧 到的后来 终于是猛的一颤 旋即在长眉长老三人 惊骇视线之下 一道道裂缝缓缓地蔓延而出 最后咔嚓一声 崩裂成了无数银色光点 在结合了大阵的威力下 长眉长老三人 所施展的权力一击 居然依旧是 没有抵御住那 恐怖的三色火莲 若是以硝炎本身的实力 来施展三色火莲的话 自然很难达到这般效果 但如今的硝炎 在借用了天火尊者的力量之下 实力却是已经达到了 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步 此刻施展出来的三色火莲 威力自然极为可怕 毕竟 佛怒火莲 是一种伴随着硝炎实力的提升 而成长的强悍斗技 只要硝炎的实力提升不停止 那么佛怒火莲的威力 也是将会越来越恐怖 扑吃 雷电巨拳崩裂 长眉长老三人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眼中惊骇之色越加浓郁 他们没想到 再联合了三人之力 并且再加上九天雷玉阵的相助 居然依然还是敌不过 硝炎那恐怖的火莲攻击 随着雷电巨拳彻底崩溃 三色火莲的颜色 也同样是变得暗淡与虚化了许多 不过好在却并未就此散去 微微停滞一瞬后 羞的一声 化为一道流光 闪电般地对着天空上的 雷云暴冲而去 见状 长眉长老身体顿时一个哆嗦 急忙掐动手印 击到巨大的雷柱 顿时从雷云中爆射而出 目标直指火莲 碰 雷柱狠狠地攻击在火莲之上 但却未令得起有丝毫的停滞 三色火苗窜生 看似只有不到指尖大小 但在与雷柱接触间 瞬间便是将后者蒸发成虚无 这般一幕 看得人有些胆颤心惊 雷柱的倾泻 并未抵御住火莲的进攻 在火苗升腾间 火莲所化的流光 也是 直接一头冲进了雷云之内 天刚堂 撤阵 见到火莲闯进雷云 长眉长老眼瞳顿时缩至针尖大小 惊骇的大河升 轰隆隆地传出 然而其河升刚刚落下 还不带外围的风雷北阁强者回过神来 雷云之内 一栋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 便是轰然响彻 旋即 庞大的火浪 犹如潮水一般 疯狂涌出 在那庞大的火浪冲击之下 雷云仅仅坚持了一瞬间 便是直接暴力而开 化为一团团细小的电光 雷云乃是风雷北阁强者 以及长眉长老三人斗气所化 因此被毁 他们自然是受到了牵连 当下那弥漫四周的雷霆之墓 瞬间消失 一道道扑斥的吐血之声 接连不断地在天北城四周响彻而起 一些站在建筑物之上的人 更是直接一头栽落而下 听得那四面八方的吐血声 天北城内的人 也是不由地抹了一把冷汗 那古庞礴大雨 也是被天空上的火浪尽数蒸发 刚刚上还是雷雨天气 现在 已经再度变成了晴空万里 居然连风雷北阁的三大长老齐出 摆出九天雷雨阵后 都是困不住他 这个硝烟 太恐怖了 以一人之力 抗衡风雷北阁三大长老 以及众多阁中强者 这硝烟之名 必将会在短短几日之内 传遍北域 哈哈 真是痛快了 这次来的不冤枉啊 这般剧烈大战 当属我生平所见之罪 这硝烟 年轻一辈中 恐怕少有敌手了 据说风雷阁有一位凤小姐 修炼天赋精彩绝艳 乃是下一任东阁之主的候选者 不知道他若是出手 这硝烟 能否相抗 在整个城市中 传出无数道窃窃私欲时 天空上的长眉长老三人 身体在僵硬了片刻后 脸色终于是猛地变得惨白了起来 气息也是萎靡而下 雷云被强行击散 对他们来说 伤害太大 撤 长眉长老 手掌微微颤抖 片刻后 终于是一咬牙 低喝道 既然将我逼出 费尽力气与你们大战了一场 自然不可能让我空手而回 硝烟淡淡一笑 眼神一凝 一股磅礴灵魂之力 顿时铺天盖地地暴涌而出 旋即瞬间穿透空间 狠狠地压在气息萎靡的 长眉长老三人身体之上 扑吃 本就萎靡的身体 遭受这般重创 长眉长老三人 顿时一口鲜血喷出 身形如炮弹般的倒飞而出 而在他们被击退间 那套在他们手指上的那戒 却是自动脱落 然后被灵魂之力包裹 飞向硝烟 见到那戒被夺 那冥风长老顿时大怒 刚欲怒喝 一旁脸色阴沉的长眉长老 却是一把拦住他 先走 一声力喝 长眉长老三人体内 所剩斗气暴涌而出 旋即雷光暴涌 三人化为三道流光 闪电般地掠出天北城 然后迅速消失在天际之边 望着远远逃顿的长眉长老三人 硝烟手掌一招 将三眉那戒握在手中 他并非是不想赶尽杀绝 但这三人 犹如牛皮糖一般粘在一起 真要将他们逼到那种地步 恐怕会有些得不偿失 他能击败三人 但想要击杀 却是必须得付出 相当惨烈的代价 看了一眼那戒 硝烟手掌在其上一抹 借助着天火尊者 那磅礴的灵魂之力 轻易地将其上的灵魂硬节抹出 抹除掉印记 硝烟灵魂迅速侵入 一阵搜索 玄机手掌之上 三卷璀璨的银色卷轴 闪现而出 果然在这三个老家伙身上 这三卷银色卷轴 与从沈云那里得到的完全相同 甚至连其表面上的血丝脉络 都是一模一样 显然 这三卷卷轴 应该也是那所谓的 三千雷幻生之一 不过就是不知道 加上他手里的那一卷 是否能够变成完整的 想到此处 硝烟不由的略有些迫不及待 一番将三卷卷轴 收入那界之内 玄机阴森的目光 缓缓地转移到了远处 那正在与低妖魁纠缠的 红天啸身上 对于这个老家伙 硝烟心中杀意颇浓 他知道 沈云死在他手中的消息 必然是这个家伙传出 风雷北阁的那些人 知道他的消息 应该也是他所透露 今日 或许杀不了长梅长老三人 但这红天啸 却是必杀 远处正在与低妖魁交战之中的 红天啸 自然也是感应到了 长梅三人的落败 以及逃顿 当下脸色也是变得极其难看 这三个老王八蛋 心中一声怒吼 红天啸刚欲震退的腰魁后退 便是感受到一对 蕴含着沙翼的冰冷目光 从远处涉疆而来 感受到那目光之中 所蕴含的沙翼之浓 红天啸脸色也是 瞬间变得苍白了起来 满嘴苦涩 这种时刻 他终于是明白 这一次 他究竟遭惹了一个 何等可怕的存在 第979章 斩杀红天啸 火红斗气犹如火焰般 散发着炽热温度 将红天啸包裹在内 手中仗许长的大刀 挥舞得虎虎生风 带着炽热进风的刀芒 呼啸而出 旋即尽数劈砍在 地妖魁身体之上 枪 枪 大刀狠狠地砍在 地妖魁身体之上 在红天啸那权力之下 后者那银色的身体表面 也是出现了许些伤痕 但其中 并未有着鲜血流出 拳头带起低沉的音爆之声 一拳拳地对着红天啸 轰击而出 令得其躲闪起来 略微有些狼狈 毕竟 他可不像的妖魁那般 能够免疫所有的疼痛 眼角瞟了一眼 那踏着虚空缓缓而来的身影 红天啸本就难看的脸色 更是阴沉了许多 一声怒喝 手中大刀在身前五成狂风 凌厉的刀芒 刷刷地地妖魁的拳头 弹射而开 火碎刀 火红的斗气 疯狂地凝聚在大刀之上 红天啸眼神一寒 狠狠怒劈而下 刀芒划破空间 旋即狠狠地劈砍在 低妖魁肩膀之上 顿时 刀刃直入半寸 火红的刀刃 令得低妖魁肩膀处 痴痴地冒出众多白烟 碰 遭受这般攻击 低妖魁眼神依旧空洞 也不理会肩膀上的大刀 银色拳头 猛然轰出 旋即狠狠地砸在 红天啸胸膛之处 哼 一拳轰击而来 恐怖的力道 顿时暴涌而出 红天啸喉咙间 传出一道闷哼 旋即身体一颤 脚步急速后退 喉咙间的一丝甜意 也是被其强行忍住 伤我亏类 死 脚步刚刚稳住 红天啸上 还来不及有所动作 一道蕴含着 许些冰冷的淡淡声音 便是突兀地 在其身后响起 声音传进耳中 红天啸眼瞳顿时一缩 目光迅速望向 硝烟硝烟所在的方位 却是只见到一道残影 正在栩栩消散 望着那道消散的残影 其心头也是猛的 泛起一股寒意 寒意刚刚升起 一道恐怖的进风 陡然从身后暴射而来 心中骇然之下 红天啸急忙转身 手中火红大刀 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凝聚成浑身斗气 狠狠怒劈而下 吃 灵力的刀芒 笔直地劈砍在 巨大的灵魂气旋炮之上 双方略微停滞 旋即便是见到 红天啸 手臂猛地一抖 灵魂气旋炮 轰然爆炸而开 砰 无形的气浪扩散而出 手当其冲的 红天啸喉咙咙再度一填 一丝鲜血 终于是忍不住地 从嘴角一下 他顾不得查去血迹 急忙开口道 硝烟小兄弟 这是你与风雷北阁之间的恩怨 与老夫无关啊 老夫也是 被迫出手的 你认为我会相信 硝烟望向红天啸 脸庞上 擒着一抹淡淡的讥讽 这老家伙 倒是将责任推得快 硝烟小兄弟 此事的确是我 红家不对在线 只要你开口 我红家绝对会乐意赔偿 你的损失 见状 红天啸表情也是一致 目光一转 又是连忙说道 赔偿 硝烟脚步微顿 似是饶有兴致地问道 见到硝烟终于有所兴趣 红天啸心头也是一喜 急忙点头 然而面上虽然表现得很是诚恳欣喜 但其心头 却是漫步着怨毒之意 听先前的无雷老家伙所说 这小子的力量 是来源于身上的一个灵魂体 那也就是说 他并不能长久保持这种状态 只要等到其时间过去 他必然会逐渐进入虚弱状态 到时候再寻找机会 一击必杀 这个小王八蛋害我红家损失惨重 而且他明显也不是个心词手软之人 我红家对他所做的这些事 想要和解 定然极难 所以 这小子 必须死 心中转动着怨毒念头 红天笑面上却是堆满笑容 再没有了往日的半点俱傲 只要硝烟兄弟有这打算 我红家必然竭尽全力 只要能够化解我们之间的恩怨 到时候 说不定还可以做朋友 硝烟似是沉思 片刻后 微微点了点头 道 居然红老前辈有这意思 那自然是罪 话音上还未完全落下 硝烟眼眼神陡然变得阴寒 见状 红天笑心中暗道一声不妙 还来不及闪避 一道可怕拳风便是只身后猛然出现 硝烟 你个混蛋 居敢炸老夫 感受到身后那进风之强横 红天笑顿时怒吼一声 旋即手中大刀狠狠地对着后方怒劈而去 最后在一道清脆的枪枪声响中 劈砍在低妖魁的手臂之上 而后者却是不仅未曾后退 反而前扑一步 张开双臂 将红天笑死死抱住 四肢被锁 红天笑也是一惊 旋即疯狂地挣扎起来 火红斗气 犹如火山喷发般自体内暴涌而出 但那低妖魁在硝烟的命令下 却是死死将之缠住 丝毫不理会那斗气的炽热 想要杀我 那老夫也不会让你们轻松 被低妖魁封锁而住 四肢知道 硝烟对他的必杀之心一般 红天笑眼中也是涌现一抹疯狂 体内斗气 轰然碰撞 顿时一股狂暴之力 急速涌出 看这模样 这个老家伙 居然也是想来自报 而四肢早料到 红天笑会有此举一般 在其体内斗气涌动间 硝烟身形 便是如鬼魅般的闪略而至 眼神冰寒 碧绿火焰涌现手掌 旋即犹如一枚火焰尖锥般 狠狠刺出 吃 一道细微轻响 挣扎中的红天笑 陡然僵硬 艰难地缓缓低头 望着那从胸膛处 穿透而出的火焰手掌 眼中的怨毒之色 尚还未达到顶峰 便是凝固下来 一击毁去红天笑生机 硝烟面无表情 手掌猛地按在齐天灵盖 狠狠一扯 一道虚幻的灵魂体 顿时被其强行扯出 硝烟小杂种 老夫今日 跟你同归于今 虚幻的红天笑灵魂 刚刚被扯出 便是一道怨毒怒吼 然而还不带其灵魂爆炸 一股磅礴的灵魂之力 便是自硝烟体内暴涌而出 狠狠地撞击在其上 顿时 红天笑的灵魂 直接变得虚化了起来 其眼中的神智 也是迅速消散 灵魂对碰 最为凶险 一个不慎 不是自己的神智受创 便是对方的神智出现损伤 不过好在 借助了天火尊者的灵魂力量之后 硝烟的灵魂之力 远比红天笑强横 因此 这撞击交锋之下 直接是将红天笑灵魂之内的神智 撞得消散许多 见到红天笑灵魂眼中的瘫痪 硝烟手掌直接将其抓住 磅礴的灵魂力量 犹如土匪般 以最野蛮的方式 闯进其体内 横扫之下 将其神智 尽数抹除 抹除掉其神智 硝烟迅速取出一个玉瓶 然后一把 将其灵魂塞于其中 手掌一抹 无形火焰涌现 在瓶口已经瓶身上 凝现火魔封印 一个五星陡宗的灵魂以及躯体 这次 收获倒也不菲 若是再弄一枚七尖魔盒的话 又是能够炼制一具傀儡 当然 前提是 好运能够炼制成功 手掌挥动 将红天啸的那逐渐冰凉的尸体 也是收入那界 硝烟拍了拍手 心中暗自倒 天空上那番交手 自然是被天北城无数人收入眼中 特别是在见到那红天啸的最后下场之后 不少人都是暗自咽了一口唾沫 这小子 手段倒也的确挺狠的 被他这么一搞 红家 基本是完蛋了 失去了红天啸这位老祖的守护 红家的实力 也是将会遗落千丈 那曾经显赫天北城的家族 如今却是彻彻底底在那位叫做硝烟的青年手中 衰败而下 这红家 这一次 也的确是真的 踢到铁板上去了 天空上的硝烟 在将红天尘解决之后 收回地妖魁 然后目光投向韩家 身形一动 便是缓缓地消失在天际之上 韩家庄园深处 一座幽静的小院之中 寒雪望着那消失的硝烟 翘脸不得已及 刚欲施展斗气化一升空 一道声音便是缓缓地在小院中响起 日后想必那封雷北阁也不会再拿韩家相写 只要韩家不要对外说起我的存在 应该便是能够相安无事 听的声音 韩雪与韩月猛地回头 望着那出现在院中的青年 前者心头一激动 上前两步 玄机似是听出了什么 翘脸有些苍白的道 你这次走了 就不会再回来了吧 萧炎笑了笑 轻声道 我已经得罪了风雷阁 与你们有纠葛 只会令得今日之师再度重发 等日后什么时候 我有了不惧风雷阁的实力后 便再来韩家一叙 希望到时候别念我走便好 韩雪被齿紧咬着红唇 胶躯有种摇摇欲坠的感觉 她隐隐间知道 今日一别 日后 或许还真的很难再有相见之日了 萧炎 谢谢你了 你的这份恩情 韩家会铭记在心 韩月轻叹一声 上前拉了一下韩雪 对着萧炎柔声道 韩月学姐客气了 我只是解决 一下自己弄出来的麻烦而已 萧炎笑了笑 旋即望着翘脸苍白的韩雪 心中一声轻叹 拱了拱手 带我跟韩冲大哥他们告辞 你们是我来到中州所结交的第一批朋友 后会有期了 声音落下 萧炎身形一颤 便是缓缓消失 望着那逐渐消失的萧炎 韩雪终于是忍不住地扑到韩月怀中 低气起来 院门口 韩飞的身影急匆匆地出现 不过当其见到哭泣中的韩雪后 只得叹了一口气 目光望向远处天空 喃喃道 萧炎小友 这番恩情 韩家领了 日后若是有机会 必回报于你 第980章 灵魂残印 天北城之外的天空 萧炎身形停滞了片刻 旋即一声叹息 身形一转 便是化为一道流光 对着远处天际闪掠而去 在飞出了将近几百里之外 萧炎的身体突然一顿 那弥漫体内的磅礴气势 顿时犹如缩水的海绵般 迅速地消失而去 时间到了吗 感觉到体内迅速减弱的力量 萧炎也不由地苦笑一声 目光在四处一扫 然后身形一动 便是落在下方的一处怪事灵力的山峰之上 你这次施展力量太过凶猛 导致体内也是出现了一些伤势 还是先赶紧疗伤吧 不然怕是会留下后遗症 另外 日后若非关键时候 还是少借用我的灵魂力量 这几日我发现 每一次你在施展了我的灵魂之力后 便是会在你体内 遗留下一点我的灵魂残硬 这东西若是多了的话 恐怕会令得你这具身体 对你的灵魂产生抗拒性 到时候 灵魂不能与肉体完美融合 你哭都来不及 在硝烟落下地后 天火尊者略有些凝重的声音 也是传了起来 闻言 硝烟不由的脸色一变 这段时间 他隐隐间也是有着一点点这种感觉 但却并未往这上面想 毕竟当初 他也借助过要老的灵魂之力 但却并未出现这种状况 虽然不清楚 这是怎么回事 但硝烟还是点了点头 天火尊者不会害他 既然这么说了 那自然不会是危言耸听 看来这种借用别人力量之事 也是有着不小后遗症的 硝烟轻吐了一口气 在心中暗自导 在心中将这事记挂着 硝烟目光四处扫了扫 旋即身形一动 出现在山峰那陡峭的山壁上 重齿挥动 犹如切豆腐般 碎石飞射间 便是开辟出了一个可容人居住的小山洞 如今之际 还是得先将体内的这些伤势修复 毕竟虽说这一次击溃了风雷北阁 但想必 他们并不会善罢甘休 不过硝烟也不惧 中州如此之大 光是这北域便是辽阔无尽 风雷阁虽然能够算得上一方巨拨 但这北域之内 能与其匹敌的势力 也并非是没有 只要离开其势力范围 想必他们也拿自己没辙 至于拿寒家要挟这种事 一次应该便是够了 别人也都知道 自己与寒家交情并不深 想必那风雷阁也没那么蠢的 每次都行此举 毕竟再来第二次的话 不仅会遭人口舌 而且寒家怕也是真的会疯狂起来 兔子急了还咬人 更何况 想过这道念头 消炎身形一动 便是略进山洞之内 然后迅速盘膝而坐 从那界内取出一枚丹药 塞进嘴中 双手摆出修炼硬结 缓缓地进入修炼疗伤状态 消炎此次的疗伤 足足持续了将近三天时间 这三天内 他几乎是将身体里里歪歪地检查了一个遍 果然是察觉到了一些极淡的灵魂残硬 这种灵魂残存气息 淡得几乎可以忽略不济 但却能够深入人体 所幸如今 这残存灵魂气息并不多 否则的话 那后果的确会极为严重 果然 这东西 可真麻烦 在发现这些灵魂残硬之后 消炎也是苦笑着叹息了一声 并且 当其在试探着使用斗气 甚至一伙试图将之抹除 但却依然失败后 苦笑不由得更浓 还好此事发现得早 不然日后这灵魂残硬多了起来 那他恐怕也只能脱离 这具与生俱来的身体 化为跟天火尊者他们一样的灵魂梯了 虽然这些灵魂残硬不多 但毕竟是个麻烦 以消炎的性格 自然是不会容忍这种潜在的致命麻烦 存在于体内 不过 在他使用各种方法 揭示失败后 也只能无奈放弃 煽动之中 紧闭双眸的消炎 缓缓睁开双眼 此刻他的气息再度回复至巅峰层次 举手投足间 便是有着雄魂的斗气在指尖荡漾 九星斗黄 的确比起七星 要强上许多 这灵魂残硬的确棘手 但也并非是不可能驱除 我记得 似乎有一些丹药 便是能够办到 睁开双眼 消炎低声喃喃了一声 旋即手指倾 倾注着要老所留的漆黑戒指 灵魂力量轻入而尽 在这里面 有着药老毕生所收藏的众多药方 这是他留给消炎的一笔宝藏 从某个方面来说 甚至 比古灵冷火 还要更加宝贵 若是没有这些药方 消炎的炼药师之路 必然也将会变得缓慢许多 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搜索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之久 身体保持着纹丝不动的消炎 眼睛猛地睁开 眼中 透着一抹惊喜之意 手掌一晃 一卷古朴的黑色卷轴 便是出现在手中 清魂丹 六瓶顶级丹药 能够清洗体内 一切不属于本身的灵魂之力 并且还有着温养灵魂之功效 炼制材料 清体草 冰火熔魂果 水灵莲子 灵魂力量侵入卷轴 将其中的药方资料 尽数印在脑海之中 带着消炎瞧得那清魂丹的功能之后 脸庞上的笑容 也是变得浓郁了许多 六瓶顶级 等级倒是不低 不过应该能够炼制出来 至于那些材料 有些偏门冷屁 多打听下 或许还是能弄到手 反正此事不及 体内的那些灵魂残硬 还难成什么气候 还有着足够的时间 将药方细细地品读一番 消炎也是低声自语的南南道 有了解决的办法 消炎心中也是大松了一口气 将药方收入那戒 略微沉吟 手掌一招 四卷银色卷轴 出现在了面前 卷轴通体璀璨 无数宛如血脉般的血丝蔓延而出 隐隐看去 透着许些悬疑之感 这四卷卷轴 自然便是消炎 从封雷北阁四位长老手中所得来 想必这三卷 应该便是三千雷幻生的其他部分了 消炎屈指一弹 将低妖魁召唤而出 然后将卷轴抛过去 后者立马一把抓住 一眼将之摊开 不出消炎所料 卷轴之内 都是隐藏着一道凶悍的雷霆之力 望着那被震飞而出 将山洞山避震地 凹陷了丈许距离的低妖魁 他不由地黑黑冷笑道 这封雷格的家伙 都是如此的阴险啊 手掌一招 将三卷银色卷轴吸入手中 消炎灵魂力量 迅速钻入而进 灵魂力量进入卷轴 其内的空间 与沈云那卷轴之内如出一辙 在那空间下方 都是有着一个布满雷霆的雷池 消炎清车熟路地 将其上那些灵魂力量 所化的雷霆抹去 最后 清车的湖面上 再度涌现一些 玄傲的雷霆字体 仔细地将这些字体 禁数记在脑海中 消炎灵魂力量退出 然后进入第三卷 第四卷 约莫半个小时后 消炎的灵魂力量 缓缓地从第四卷卷轴之内退出 玄疾闭上双眼 整理着脑海之中 那宛如具有着生命力一般的 玄傲雷霆字体 整理持续了十来分钟 消炎睁开双眼 眉头却是缓缓皱了起来 四个卷轴之内的雷霆字体 融合在一起 倒的确像是一个完整的版本 但不知怎么回事 消炎却始终难以从中 得到所谓的修炼方法 这种感觉 就犹如得到了一个宝箱 但却少了一把钥匙一般 钥匙 嘴中轻轻呢喃着 片刻后 消炎手掌猛的一握 对了 的确是缺少了一个 能够将这些玄傲的雷霆字体 转化成修炼之法的钥匙 但至于这个钥匙 究竟是何物 他也是不知道 恐怕能够知道的 只有那封雷格够资格 修炼此法的人吧 但人家很明显 不可能将这种秘密告知于他 哎 该死的东西 狠狠地咬了咬牙 消炎忍不住地骂了一声 费了这么大的劲 结果 搞两人一个能看不能练的 地阶高级斗技在手中 等日后 小爷得到三千燕烟火 打上你封雷格 让你交出修炼之法 极为无奈地 将卷轴收入那界 消炎愤愤不平地骂道 这东西 也只能暂时放在一旁了 如今得罪了封雷格 只能先避避风头 找一个有空间重动的城市 离开这片区域 北域这么大 即便是封雷格 也有插不到手的地方 等脱离了封雷格势力范围 便赶紧找材料 给天火尊者炼制身躯 那将会是一个绝大的助力 而且 我也得想办法 尽快突破窦黄 进入斗宗层次了 最好 是在当会之前达到 消炎站起身来 将敌妖魁 也是收入那界 在心中难难自语道 心中有了定计 消炎也不过多停留 背肩一颤 鼓翼徐徐舒展而开 旋即一震 便是化为一道流光 闪掠而出 最后消失在远方天际